电钻里塞一个阀门 没想到作用这么大 这维修水平早就可以当师傅带徒弟了 绰绰有余啊 那么把这个阀门塞到电钻里面究竟有什么用呢 平时这个电钻夹头太松了 用的时间长了 它卡不紧钻头怎么办 像这种钻头卡不紧 我们就需要更换它 更换的时候很多的朋友第一次拆 它拆不出来很难拆 我们用一个阀门就能解决大问题啊 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我们首先找一个螺丝刀 我们像这样子把里面的螺丝给它拆掉 拆掉了之后我们把阀门给它塞进去 关键是这个阀门呢 我们把它拧掉 你看是不是 接下来你这样子拆你也是拆不动的 我们把这个阀门给它插进去 让这个阀心塞到电钻里面 之后像这样子我们给它拧剪 是不是 像这样子给它拧剪 它这里就动不了了 那么这个是顺时针拧剪 这里就剩下这个地方有螺纹 顺时针拧剪 你也是跟拆松 我们这个位置 你看再拧一个这个水管阀头 之后找一个手锤 我们砸这个地方 逆时针把这个螺纹给它震松 你看像这样子基本上就砸出来了 是不是很简单 这样子这个夹头我们就把它给拆出来了 是不是 之后把这个松掉 这个东西借力还是挺好用的 那么我们换了新的夹头 我们把它拧上去就可以了 同样的方法把它拧上去 这个地方就不用再砸了 因为它是越转越紧的 但是我们需要把这个螺丝上进去 看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越转越紧的 这个方法分享给你 塞一个阀门非常实用 我们下期再见